哈喽大家好,我是庄野,很高兴又见面了 欢迎您收看庄野杂谈加拿大系列节目 今天咱们继续讲加拿大的政治制度以及大选的话题 其实说实话,在我的节目中谈政治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因为太容易掉粉了 因为有不少观众他有自己的党派立场 我要是偏向任何一方,另一边的城墙就会呼啦一下子垮了一大片 即使你抱着这个不偏不倚的态度 不表露出任何的党派立场,那都会有人责怪你 庄野,你为什么不加入我们,痛骂对方便有呢? 所以说嘛,想蹭加拿大大选的热点需要冒一点风险 一不小心掉的粉比增加的粉都多 不过说实话,那些指望着我在我的节目中加入你们的阵营 痛骂对方便有的,算了吧,你们就饶了我吧 我其实是想让全世界人民都知道我是一个很低调的人 再者说了,您上嘴唇一碰下嘴唇 庄野加入我们,抄家伙开骂 哎,您可怜可怜我 我攒了一年,好不容易他攒了这么点粉丝 您不心疼我可心疼啊 没说的,再给大家鞠个躬啊 再次感谢您这一年多来,亲爱的粉丝们对我不离不弃的支持 行了行了,拍马屁就拍到这儿啊 拍的还挺舒服是吧 不白拍啊 拍完了之后呢,您可千万别忘了点赞咯 今天呢,咱们继续讲加拿大的政治制度啊 上一集我说到那个加拿大的上议院嘛 不过还没讲完嘛 有不少热心观众呢提出不少问题来 问题非常好啊 您比如说,这个加拿大的参议员和美国的参议员 这二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最大的一个区别呢 就是这个参议员的产生方式 你看那个美国参议员的成员呢 他是通过选举产生的 而那个加拿大的上议院的成员呢 他是通过总理的推荐任命的 任期是终身制 您看我打了一个引号终身制 我上期说是终身制 其实不严谨了 只有在你75岁退休之前去世了 那才叫终身制 你要是在75岁之后还没去世 那你就必须得退休 而美国的参议院呢 他完全不是这样的一个操作 美国的参议员呢 他有六年的任期限制 而且这个参议员的产生方式呢 他也是靠选举 而且这个选举也是以党派为阵营了 是一个真正的选举 不过这样就会产生一个现象 你看美国呢 他有一个分裂的国会 就是说呀 众议院的多数党和这个参议院的多数党 可能不是同一个党 这样一来呢 这个众议院和参议院之间呢 他就会有政治博弈和这个勾心斗角 而这种情况在加拿大是不太可能出现的 因为什么呀 因为这个加拿大下议院的执政党 自动就成为上议院的执政党 加拿大的上议院和美国参议院的第二个区别 就是数量和分配方式的区别 美国参议院是基于各州平等的原则嘛 不是说你哪个州人多 就能拿到更多的席位啊 每个州完全平等的 每个州有两名参议员 您知道了美国有50个州嘛 所以说美国参议院目前就有100名参议员 而那个加拿大的上议院呢 他不是这样的 他不是每个省一视同仁的啊 要说加拿大的上议院的这个议席分配呢 咱们还是新大加拿大的下议院来做个对比啊 你看那下议院他是338席嘛 咱们前面几集提到过呀 下议院呢 他是以人口数量为依据 全国分为338个选区嘛 人口越多的省份 那划分的选区也就越多 一个选区呢 在国会里有一个议席 那么人口越多的省份 在下议院拥有的席位也多 而这个上议院呢 则完全不一样啊 上议院的一席只有105席 而且是按照省份在联邦内的历史地位和重要程度分配的 首先呢 这个联邦创始省份 肯定给的席位多 你看那个安省 他给了24席嘛 魁贝克给24席 海洋三省一共是24席 但是呢 这三个省也不是平均分配的 你看那个Nova Scotia和New Brunswick 这二位呢 属于联邦创建时候的四小强之二嘛 所以说呢 这二位呢 一加给10个席位 而那个PEI呢 他比较小 加上他一开始创立联邦的时候 立场不坚定 先撒鸭子跑了 后来呢又回了入伙的 因此说呢 这个PEI呢 只给了他四个席位 所以说 但是海洋三省加在一起 还是24席 现在多少了 安省24 魁省24 海洋三省24 72个了 后来呢 等西部四省再入盟 毕竟这四个省不是创始省份嘛 因此说呢 一加只给了6席 4乘6也是24嘛 这样的话呢 又凑出24席来 72加24 96了 后来等到那个1949年呢 等到那个纽芬兰入伙了啊 就跟西部四省一个待遇 也单独给了他6席 这不就是6加6 这就是102了嘛 再加上那三个地区 一加一席 105 你看 加拿大上一院的105席 是这么分配来的 而且你也看出来了 这个席位的数量呢 其实是随着年份逐渐增加的 你看那个加拿大一开始独立的时候呢 他只有72个席位 后来呢 随着入伙的省份是越来越多嘛 再加上各个省份的重要性 也逐渐加码 于是这个上一院的席位呢 也就慢慢的加上去了 一直到1999年 那个努纳伍特地区 就最后一个加入加拿大联邦的这个地区嘛 他加入联邦之后 这个上一院的席位呢 才最后稳定在105席 不过咱们说稳定在105席呢 这个稳定这个词也是不严谨的 为什么说呢 因为这105个席位呢 也不是说就是总是一成不变的 它是可以临时追加的 不过呢 最多呢 你只能增加8名议员 但是需要君主这个仪式性的批准一下 你看在加拿大的历史上呢 这种追加任命的权利呢 他只用过一次 就是那位老特鲁多之后的那位保守党总理 加拿大第18任总理布莱恩马尔罗尼嘛 这个事呢是发生在1990年 离现在不远啊 这个马尔罗尼呢 向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请愿 要求在上一月增加8个席位 以确保啊 这是创建那个联邦级的消费税 GST这个立法通过 说到GST 估计生活在加拿大的观众朋友们呢 您估计都知道啊 您要是在加拿大买东西啊 您所交纳的这个消费税啊 这个税款是分两部分的 一个是GST 一个是PST GST就是那个联邦税 PST呢是省税 目前这个GST的税率呢 是统一为5% 而省税 PST那部分呢 各省收的不太一样 一般来说啊 省税一般是收7%到8% 不过有几个例外啊 你看那个阿省 和那三个鸟不拉屎的荒凉地区 他们呢就不收省税或者地区税 因此说呀 您要买东西的时候呢 想省钱 您去阿省 或者是北部三区 去那买最合适 不过呢 除了他们这四个地方比较特殊之外呢 也有省税收的超高的省份 那就是那个海洋四省啊 他们的省税是10%左右 另外除了他们之外呢 魁省也比较高 但是魁省的计算方式比较复杂了 不过里外里换算出来 魁省的省税呢 也是接近10% 所以说呢 您在海洋省和魁省买东西的时候呢 要三思啊 反正最后你结账的时候呢 能发现多花不少钱 不过您要是在海洋四省和安省买东西 您看不到是个GST和PST的概念 因为什么呀 因为为了方便呢 这五个省份 GST和PST它合并在一起 成了一个统一的销售税 叫做HST 混合销售税 这个跑题了啊 咱们怎么说起加拿大的税来了 只要说起这个加拿大的税呢 那就是篇幅比较长了 咱们另外再说两集都说不完 所以说咱们简单过一下就赶紧回来啊 刚才怎么跑题呢 跑到GST嘛 这个布莱恩马尔罗尼在1990年 为了保证这个GST立法的通过 临时要求在上议院呢 增加了八个席位 你想啊 是布莱恩马尔罗尼这位保守党总理任命的 这八个临时参议员 当然了 这八个人呢 肯定站在保守党这边 多了这八个人 这样一来呢 在最后投票的时候 这个保守党呢 在上议院呢 就获得了多数席位 于是呢 这个GST的立法呢 就顺利通过 于1991年的1月1日生效 不过呢 这种骚操作呀 就是在这个上议院临时增加八个席位 这事呢 也是在历史上 第一次 也是唯一的一次 以后能不能有 这个不好说啊 不过你可能会关心了啊 那么 刚才这临时增加的八个临时参议员 那是不是投完票了 就可以赶回家去了呢 那可不行 咱们前面说了 加拿大的上议院呢 它是终身制嘛 所以说请神容易送神难呢 你进来了你就送不走了 不过你上议院也不能总是比正常 105个席位多八个运行吧 这里面的规则呢 就是用那个自然减缘法 这个很好理解了 因为你看 正常来说呢 每年呢 他或多或少都有正常的途径 离职的这个参议员 你比如说去世的 退休的 辞职的 只要这个席位数量多于105个 那么呢 这些议员呢走了之后呢 就不再补充就对了 直到这个参议员的这个总席位呢 低于正常的105席之后 再进行这个正常的轮替 走一个补一个 这样 咱们说哪了 对 那个美国参议院和加拿大上议院的区别 刚才说第二个区别嘛 就是在这个席位数量上和分配程序上不太一样 美国的参议院和加拿大的上议院的第三个最重要的区别 就是他的权力不太一样 这很好理解了 因为这个美国参议院的议员呢 它是选举产生的 因此说呢 美国的这个参议院呢 它在参加国家大政方针的讨论上面 它的作用更加积极 权力更大一些 而那个加拿大的上议院呢 它只是一个 嗯 咱们也不能说是摆设了啊 我上一集给了一个比喻 我说就是 加拿大的上议院呢 它是一个手杀 你别看平时开车的时候呢 不怎么用得上 但是关键的时刻呢 还不能没有它 这么说吧 加拿大的上议院的这个权力呢 比较受限制 很多权力呢 只是纸面上的 它一般不怎么用啊 而且上议院在更多的时候呢 是配合那个代表民主的那个下议院 他把下议院提上来的这个提案 做一些修改 所以说上议院不是真正要否决提案 是做一些修改 把里面的问题呢给改一改 这就是咱们经常在新闻中 经常听到的这个词啊 就是修正案 所以说上议院是有权提出修正的 这个经过上议院修正的这个提案呢 会再送回下议院去 如果下议院呢再看看吧 下议院如果拒绝了呢 哎 这种情况下这个法案呢就相当于被废掉了 不过呢 这就不是上议院的错了 所以说你懂了吧 像这种上议院二话不说直接拒绝法案的情况呢 在加拿大是非常少见的 基本上都是这两个院之间呢 都是有来言有去语的 所以说你看 加拿大的两院呢 就不是那种互相抬杠的关系 另外呢还有一个特例了 就是上议院呢 是不被允许否决或者拒绝政府的年度预算 你看 有很多限制条件 哎 那有人会说了 哎 你这么一说 这加拿大上议院不还是一个打酱油的吗 加拿大的上议院呢 他真是不是打酱油的 冷静思考这件事呢 可不是做样子的 虽说大部分时间 这个上议院呢 都是尊重民意 不太行使这个否决权 但是也不好说 上议院的议员们呢 也是一阵一阵的抽崩啊 你看在那个1990年代 这十年间呢 上议院呢 他只拒绝了四项立法 而到了21世纪 这个上议院的作用呢 就比较趋向积极了 想从那个2000年到2013年嘛 这13年间 上议院呢 一共否决了75项法 咱们举个例子啊 你看在那个2010年的12月 这个上议院呢 他就否决了 涉及到这个温室气体排放和监管的那个C311法案 这个法案比较激进了啊 他就是承诺呢 在加拿大 在2020年之前 减少25%的碳排放量 在2050年之前 减少80%的碳排量 这个法案呢 在下议院呢 获得了除了保守党之外 所有政党的通过 可是在上议院呢 哎 你知道了 保守党当时占多数嘛 于是呢 这个占多数的保守党 以43票对32票 把这个提案给否决了 也是 呃 上议院觉得这个太激进的碳排法案呢 对加拿大的经济 有一定的这个打击作用 你看 通过这个例子 您还能说这个上议院 只是一个打酱油的吗 哎 但是这里有个问题了 咱们前面说了 加拿大的上议院 按照成立时候的本意 它是不应该具有那个党派意识的 可是呢 通过前面这个例子 您能够看出来 这种靠执政党领袖 推荐议员的这种形式啊 其实有点像美国和加拿大的 那个最高法大法官一样啊 其实它还是会有党派的问题 虽说这些人的表面上 都说自己没有党派意识 但实际上能没有嘛 于是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 在2014年 自由党的领袖 Justin Trudeau呢 就把上议院中 所有的自由党党员 开除出党了 身份全都变成independent 土豆这么干呢 就是刻意为了避嫌 做个样子给老百姓看 你看 我们自由党可以说是大公公私 丝毫没有党派意识 当然了 您也知道了 这个小土豆做这件事呢 实际上就是一个表面文章 身份是可以改的 你这思想你改得了吗 所以说您看呢 对面的保守党呢 就没有做这种糊弄小孩子的表面文章 你非得说退了党 才可以证明你的清白吗 保守党呢 就觉得没必要搞这些花活呀 所以说您看现在这个 在加拿大上议院呢 保守党的参议员有18个 他成为上议院的第一大党 而自由党呢 一个没有 看到这段都快笑死我了 谁都知道啊 一个人的政治主张 哪能那么轻易改变 你上议院里面这些前自由党成员 就算你声称 你没有入党 你没有自由党的党籍 你没党派 但是你的政治倾向肯定是有的 所以说大家都不是傻子了 你看连庄野这种政治门外汉 都能看出来这里面的猫腻来 那加拿大这个鬼灵精怪的政坛人物 他们能看不出来吗 所以说您看上议院里面的这种表面无党 实际有党的这两面派制度呢 其实早就引起了加拿大政坛上的很多争议了 于是呢这个对上议院的改革呢 在加拿大也是商量了N多回啊 有人说干脆咱们就学美国吧 也搞个民主选举嘛 你看想当参议员的你们呢就排排一站啊 我们老百姓投票 后来呢 这个做法呢反对声比较大了 咱们可不能跟那个美帝学啊 我们要不忘初心呢 我们当初不在上议院搞这个民主选举 就是怕上议院跟下议院没区别 后来这事是怎么解决的呢 那是在2016年呢 这个小土豆总理呢 搞了一个独立咨询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呢 就专门负责新任参议员的任命 具体是这么操作的啊 你们所有想当参议员的候选人呢 拍拍站由这个独立委员会 根据您的资历和声望 还有您所在的居住地 财产各项指标进行对比 得分最高的呢 那个当选 2016年启动这一程序 直到现在 嗯 一共已经有52名新的参议员 根据这个筛选程序被任命填补空缺 至于效果如何呢 还有待观察 不过从目前来看呢 各方还都是挺满意的啊 挺有效的 至少防止了被某个上台的党派利用 至于以后能不能改 反正土豆在位一天呢 这个程序就不会动啊 OK 上议院咱们就说这么多啊 接下来呢 咱们再说一说 加拿大这几个主要政党 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 这个其实不太好说啊 因为这个加拿大的政党呢 太多了 光联邦一级 住了侧的政党 大大小小就有22个呀 而住了侧又因为各种原因 被取消的政党 那就更是一大堆啊 而且呢 这还只是联邦级别的 那省一级 那政党更是多如牛毛啊 不够用 多如牛毛可能有点夸张啊 但是要说这 你手指头和脚指头 加在一起都不够用 这么说比较客观 所以说加拿大政坛上的 这个各个级别的政治党派 是太多了 不过呢 您别看有这么多的政党了 可是加拿大的这些政党的 运作方式呢 其实都差不多 您要是听过前两集视频的 观众朋友们呢 大概能感觉到啊 政党在加拿大的政坛上 或者政府系统中 拥有很大的权利 事实上呢 确实如此 没有政党的话 加拿大的议会制度就无法开展 而这个加拿大政府的运作方式呢 也是以党派为核心基础的 你看呢 在大选中 在下一院获得最多议席的那个政党呢 组成加拿大政府 党魁自动上台做总理 而且由总理任命自己党内的同志呢 组成一个内阁 你看 在国会下议院内拥有第二多席位的政党 构成官方反对的 你看 所有的一切的一切 都是围绕着政党的核心嘛 这在美国也差不多了 不过美国的政党的组织关系呢 比起加拿大来就相对比较复杂了 你看咱们拿民主党举例子啊 你看乔拜登嘛 他作为美国总统 他是民主党的实际领导人嘛 这个大家都知道 可是美国的各个政党呢 在美国政府的各级部门 都有自己的政党领袖 这个跟加拿大就完全不一样了 加拿大呢 一个政党就一个领袖 而美国这个政党领袖态度了 咱们就拿那个美国的参议院和众议院来说 在两院里面 各个党都有自己的政党领袖 而且是靠议院内的党员们选举选出来 而且除了党领袖之外呢 各个党呢 在两院呢 又分别有负责维护党纪的所谓的那个党编 VIP 有人说什么党编呢 听起来挺怪啊 这个词啊 其实就是党的副领袖啊 这个党编呢 它分走党领袖的一部分权力 之所以叫党编这个词呢 这个WIP 它是编子嘛 这个是取自于西方的这个文化历史 咱们都知道了 西方人的喜欢打猎 打猎的时候呢 你不得带着猎犬吗 一般呢 一个猎犬还不够 一大堆猎犬 于是呢 你就得需要拿一个鞭子 用鞭子抽打那些 试图一开狩猎队伍 到处瞎逛的那个猎犬 这里面对应的词汇呢 叫做WIPER INN 意思就是拿鞭子 把那些离队瞎逛的猎犬们呢 给赶回到队伍里面来 所以说 党编呢 就是借用这个典故 党编的最大作用呢 它是保持啊 党内步调一致 就是防止自己党内的党员呢 临时投敌支持对面党派的政策 反正说就是谁敢叛变 我党编呢 就把谁驱逐出党啊 党编就是干这事的 这个咱们以后有机会再说啊 你看美国呢 就分一个党领袖和党编 这个党领袖和党编 在两院都有不同的人选 你比如说了 在美国的参议院内 民主党的领袖呢 就是那个Chuck Schumer 还有党编呢 就是Dick Durbin 而那个共和党的领袖呢 就是那个Mitchi McConnell 就是米奇·麦康奈尔 党编呢 就是约翰·图恩 但是在众议院呢 这个党领袖和党编就换人了 你看那个民主党的领袖呢 是Stanny Hoyer 党编呢 是Jim Clyburn 而那个共和党的领袖呢 就是Kevin McCarthy 党编呢 就是那个Steve Scarlett 但是您注意啊 在美国的众议院中 最有权利的官员呢 还不是这些党领袖 或者是党编 而是那个通过选举产生的议长 议长的名字叫做 House Elected Speaker 众议院的议长呢 目前是民主党的Nancy Pelosi 这个Nancy Pelosi呢 他又比自己党在众议院的党领袖 更有权力 看 比较复杂是吧 而在参议院里面呢 刚好反过来 这个议长的地位呢 就不怎么样了 权力反而没那么大 而且参议院的这个议长呢 他不叫议长 他叫那个参议院主席 President of the Senate 由那个美国副总统自动担任 现在这个参议院主席 不就是那个美国副总统 Kamala Harris吗 这边的华人媒体喜欢 把这个Kamala Harris翻译叫做贺锦丽 美国的参议院主席 就是这个Kamala Harris贺锦丽 如果副总统不在的话 或者是有事来不了 就由那个参议院多数党 指派一位参议院临时主席 President Pro Tempor 现任的美国参议院临时主席呢 是那个Patrick Leighy 不过甭管谁来当这个参议院的主席 是副总统Kamala Harris 或者是这个参议院临时主席呢 都非常不重要了 为什么 因为参议院的这个主席呢 他就是一个主持人的身份 跟那个众议院的议长 Nancy Pelosi的权力呢 是完全不能同日而语 在参议院内 主席并不重要 而各个党的党领袖的地位呢 更加重要 更有话语权 所以说您看电视就能注意到 咱们一说美国政坛 那电视上一般曝光率比较多的 是哪几位呀 除了乔拜登和这个贺锦丽 这二位政府总统 而众议院的权力代表 就是那个Nancy Pelosi 参议院的权力代表呢 就是那两个党领袖 Charles Schumer和那个Michi McConnell 参议院主席 他的曝光率是非常的低 不过别看我说了这么半天 他不重要啊 你也别小看这个参议院主席 在名义上和地位上 这个参议院的主席 或者是临时的主席 在美国参议院内的官阶排名 还是第一和第二的 要高云的两个党领袖 尤其是这个临时主席 虽说他是临时的 可是这位先生呢 在总统职位的继承顺序中 排在第三位 仅次于副总统和众议院议长 排在国务卿之前呢 所以说呢 乔拜登要是有一个马高瞪短的话 这位参议院临时主席 立刻肩负重担 身价倍增 说了半天美国 想说什么呢 就说比起美国的这些政党 加拿大的政党结构 没这么复杂 你看我讲美国政党组织结构 嘚啵啵花了这么久 而这个加拿大的政党结构 就特别简单 几句话就说完 加拿大的政党结构 是非常简单而有层次性的 最高层总是就一位领导人 这个党的领袖也是该党的全能老板 把这个权力是全部包办的 党的领导人制定党的政策 并且决定他的政党在当时的政治问题上的立场 他下面的所有党员 包括上议院和下一院的成员 都要支持和认可他的议程 不听话的党员可以被这个领袖开除出党 有人听说开除出党 哎呦喂 倒吸一口凉气啊 这不就意味着政治生命的完结吗 哈哈 您不用大惊小怪啊 在西方国家呢 所谓开除出党呢 压根就不是个事啊 那一个政治人物在各个党内乱窜一气 那是一点也不稀奇啊 所以说您别当回事啊 你看那2014年小土豆 那不就是把上议院里面的所有自由党党员全部都开了吗 当然不是以为这些人犯了什么党继国法了 而是一个政治人物 你们这些人呢临时出去 给公众做一个上议院没有党派没有立场的样子 哎等你们从上议院退休了之后 或者辞职了 哎你们再加入自由党也不迟哦 所以说 你看这个加拿大的政党呢 它管理相当松散 出出进进很正常 咱们普通人也是了 你要是想进某个政党去玩玩政治 太容易了 你只需要满足这么几点啊 第一呢 哎您必须同意该党的一般原则 这个是怎么确定的呢 哎就是说你在网上申请入党的时候呢 你把那个党的这个一大堆这个文本的原则要往上鼓入 你到这个文本最下方 一般都会让你签名或者打一个勾 哎说明你同意了 所以说很简单 嗯第二个条件呢就是如果你是另一个政党的成员 那么呢大多数的政党呢就不会允许你加入 不过他们这些政党呢也没有办法对这方面进行监督啊 因为他也搞不清你到底是不是别的党的党员 因为他没有别的党的党员名单嘛 所以说这就是靠自决 所以说你完全可以加入一个党 然后去另外一个党去卧底 潜伏啊 余泽成 第三个条件呢 您必须是加拿大的居民 哎有人说庄业 你是不是说错了 你是不是想说公民呢 哎 我没说错啊 您不需要是公民 您只需要是加拿大的永久居民就行 拿一张合格的枫叶卡 您就可以入党玩 非常宽松啊 第四个条件呢 就是您必须达到入党的最低年龄 有人说这个年龄是不是18岁啊 哎 不是 还低 这个不同的政党有不同的规定啊 但是通常来说呢 一般就是14岁到16岁 就是说呀 一个高中生 你就可以成为一个政党的党员 并且享有随之而来的所有的党员的权利 比如说什么权利啊 像什么可以有资格被提名参加党魁或者是国会议员的竞选 如果你自己没有兴趣参加竞选的话呢 你可以给别的党员投票啊 是吧 另外呢你还可以对各种党内事务进行投票 你比如说对党章的修改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权利了 我就不列举了啊 有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呢 您可以自行搜索 虽然成为这个党员有很多好处了 但是呢 你也大可不必啊 听我这一通忽悠呢 就去入个党玩玩 为什么呀 因为据估计呢 现在加拿大只有1%到2%的加拿大人 真正拥有政党的党籍 而这些人呢 往往是那些对政治呢 有相当热情的人 都是那种比较狂热啊 愿意说为了党无私奉献的人 你比如说那个政治家们的这个亲属们 还有为他们政党工作的那些雇员们 您要是一个普通的平头老百姓啊 平时照顾孩子老人 我买菜做饭 我连工作都忙不完 像我这样吧 你看忙完工作还得忙视频吧 这些人呢 你听我的劝啊 你算了吧 有时间跟他们这些政党折腾呢 你还不如睡一觉 休息休息多好啊 尤其像我这种没有什么政治情商的 领导家菜我转桌 领导敬酒我不喝 领导开门我上车 加上我这个人呢 说话云山雾罩啊 嘴里没把门的 我要是搞政治那妥妥的 视频里面留下的全是我的小尾巴 你随便抓呀 所以说搞政治呢 拉倒吧 我是有自知之明的 反正我玩不了那东西 所以说很多人其实跟我想的一样 没有必要非要费心巴力的入个党 很多人都是在需要的时候入党 没事的就退 你看呢 在加拿大呢 每到那个党的领导层选举期间 这个党的党员人数呢 就会往往会增加很多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说您看呢 在加拿大呢 入个党啊 退个党呢 太容易了 像我前面说的 您甚至可以在网上入党 只要您满足了条件 你够资格了 你就申请一下 交个费 你就入党了 你退党也容易啊 你不交费你就不就退党了吗 所以说就玩一样啊 什么入党申请啊 入党宣誓啊 在加拿大呢 是通通不存在啊 对了 忘我忘提钱了是吧 就是通常所说的党费啊 但是加拿大那边呢 不叫党费 那叫会员费 membership fees 收费标准呢 各个党也不太一样 自由党呢 是门槛最低 完全免费啊 自由进出 保守党呢 一年只需要交15加币 你看这个钱也就是意思意思啊 那个魁北克集团党呢 更便宜 一年只收你5加币啊 绿党呢 收费比较失踪了 10加币 那个新民主党呢 他也不贵 但是新民主党的情况比较复杂一些 他收费呢 不是一口价 要看你申请哪个省的 你需要加入你自己省内的这个新民主党 那你就自动获得了联邦新民主党的身份 各个省份的会员费也不一样 你比如说在我们安省呢 也只需要5加币 很便宜了 你要是觉得这个5加币太少 是吧 你土豪不差钱的话呢 觉得应该奉献更多一点 你也可以多交 最高呢 你可以交到30加币 不过这倒是引起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啊 你看这个新民主党 联邦的新民主党和各省的新民主党之间 在党员的认可方面 它是互通的 就是说呀 只要你是任何一个省的新民主党的成员 你就会自动被认为是联邦新民主党的成员 有人说 这有什么奇怪的吗 哎 这在一些亚洲国家可能不奇怪 可是要在加拿大 这就是非常奇怪的了 哎 为什么呀 你看啊 像NDP这种加入了省级政党 你就自动成为联邦党员 这种规定呢 在加拿大政坛上是非常独特 非常奇葩的 别的党没这么干的 为什么 因为一般来说呢 在纸面上啊 任何一个联邦党派和它的省级党派 都没有正式的联系 包括这个新民主党 各省的新民主党也是完全自制的 跟联邦新民主党完全就不是一回事 但是呢 这两级党派之间呢 却有一个党员互相承认的章程 所以说NDP这事儿办的 咱们一般来说呢 这个联邦政党是联邦政党 省级政党是省级政党 各自都是独立的实体 他们分别有自己的章程 成员名单和领导人 任何联邦政党或者是政党领袖 都不能对省级政党进行任何形式的控制 当然了 这只是纸面上的说法啊 实际上暗地里面 这个联邦政党和省级政党呢 其实是有着千丝万缕的非官方联系 有关系远的有关系近的 这得分情况 分党派分省份 咱们细细的一个个说才能说清楚 你比如说了 按省份来说啊 加拿大海洋四省 这些省级政党的规模比较小的地方 这个联邦党和省级党这个关联性就比较强 按党派来说啊 这个保守党在联邦政党和省级政党之间的联系是最弱的 很多这个省级的保守党的人呢 他都是联邦的自由党成员 特别是你像在那个阿尔伯塔省和那个马尼托巴省 这个现象更明显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这就要说到联邦保守党的历史了啊 因为现在这个联邦保守党呢 它实际上是有历史上的那个 有一定左派思想的进步保守党 和更加右翼一点的这个改革党 这样为合并出来的这么一个联邦保守党 而很多省份的省级保守党呢 他们依然在使用 坚持使用原来的那个旧的进步保守党的名称 所以说省级的保守党会更加左一些 而这个联邦保守党呢 就有点过于偏右了 同样的情况了 自由党也差不多 也有联邦级别政党和省级政党的左右错位的问题 你比如说那个魁北克省和那个BC省 这两个省的省级自由党 就比联邦自由党要保守的多 你看那个魁北克自由党 一天到晚跟这个联邦自由党是勾心斗角啊 为魁北克人民争取利益啊 您看像魁北克自由党这样所谓的这个省级自由党呢 别看也叫自由党 在联邦自由党人的眼中呢 这帮人妥妥的就是大右派 关于这个话题 联邦级别政党和省级政党这二位的关系呢 这个话题比较长了啊 所以说咱们今天肯定讲不完 咱们今天就简单提一下就打住啊 不过这个知识点呢 是给看我节目的高级观众们听的 一般的老百姓呢 压根就不知道这些区别 这就是为什么您在现实生活中经常能看到很多老百姓呢 在投票的时候 在联邦投票或者是省投票的时候呢 他们感情用事一刀切 在这个联邦级别和省级别呢 都投票给同一个名字的政党 他觉得这个叫同一个名字肯定就是一回事啊 丝毫不管这个联邦党和省党之间呢 有很多区别 所以说这种投票方法呢 我肯定是不提倡了 您呢需要看这个加拿大的联邦和省的分工 举个例子吧 假如说您是一个支持多元文化和移民政策的人 但是呢同时呢 你又非常不喜欢自由党在学校里面 这个对儿童进行超前性教育和这个LGBT的知识普及 您投票的时候呢 就应该在联邦投票中投给自由党 而在省级选举中呢 选择保守党 就是因为啊 教育这块呢 它不归联邦管 它是省政府的事儿 所以说呢 投票之前呢 您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啊 您没必要对一个政党保持忠诚啊 从一而终 在联邦大选和省大选中一直选他 您呢 需要在大选之前好好听听各个候选党派的竞选纲领或者承诺 这承诺呢 能不能实现两说了 但至少从他的话里面呢 你或者是承诺里面呢 你能听出来这个领导人的治国理念 或者是治省理念 是不是跟你合拍 所以说 有了这些知识呢 您再投票 更加靠谱一些啊 你看今天录制的这个视频呢 您应该会在9月18号或者19号看到 接下来的周一呢就是大选投票日 您做好准备了吗 这次大选其实看点十足了啊 民众的胃口其实已经被吊得高高的了 目前根据民调呢 这个自由党和保守党几乎是并驾齐驱 自由党微弱领先 因此说呢我分析认为啊 不管自由党和保守党这二位谁当选 很大的可能呢还是一个少数政府 除了自由党和保守党之外呢 其他那几个政党呢 也都是信心十足啊 至少看上去信心十足啊 尤其是那个新民主党NDP啊 目前他的民调排名是第三 他有很大可能压过那个魁北克集团党 坐稳国会第三大党的地位 这要跟辛格这个人耍乖卖萌的讨好型人格 有很大关系 至于其他的小党 你比如说那个魁北克集团党 魁北克集团党呢 这次大选是开场的时候是气势如虹啊 但是后劲不足 民调现在只排第四 我觉得呢 这跟那个党领袖布兰切呢 在这个辩论会上的表现不佳有很大关系啊 而那个绿党啊 这次我看有点悬 估计呢 2019年大选他拿到的这些席位呢 很大概率会丢掉 想起一件事啊 特逗 有一些网友偷偷私信给我说啊 说庄严啊 我看你的视频 我感觉你思想上是不是偏向自由党多一些呢 你看你土豆土豆的就要挺亲的啊 这奥土尔呢 你都不带提嘴的 还有的观众呢 更可爱 本来这个治病救人的心态啊 跟我隶属这个自由党政府 一桩桩一件件的这个贪腐和罪恶啊 庄严啊 你的屁股可不能做歪哟 自由党可不是一个好鸟 你一定要选保守党啊 哎 辛苦了辛苦了 擦擦汗 您不做侦探可惜了的 您记住有一句成语啊 叫混水摸鱼嘛 万一我是故意放的烟雾蛋 故意给您一种我支持土豆的假象呢 所以说您别瞎猜啊 我可什么也没说 不过有一点我不怕告诉您 在前几年的大选中呢 我是两个党都投过 所以说呢 您完全不需要瞎猜我的这个政治立场 而且说我压根就没立场 的确啊 之前咱们说土豆说的比较多啊 这是因为他是总理嘛 太熟了 之所以我不提奥土尔呢 是因为我不太熟悉他 您要是愿意听奥土尔的话呢 接下来几集呢 我再多说说这个人也可以 反正你们想听啥我就说啥 不过呢 咱们频道正确的打开方式呢 是您在我这儿呢 了解加拿大政坛的知识 了解加拿大政党知识 了解这个加拿大三级政府的运营方式 了解加拿大各个党派的恩恩怨怨 然后呢 您拿这些知识 去别人的频道里面去打嘴仗去 稳赢啊 不闹了 别当真啊 我开玩笑呢 说实话呀 我是希望世界和平 我更不希望我的粉丝们因为不同的政治观点 吵来吵去 都想说服对方 说服不了的话呢 就要拍死对方了 不共戴天 听我劝算了吧 没必要 尤其是在加拿大这种政坛上 最波澜不惊平平稳稳的政治生态之下 为政治这点事儿伤和气 那是天下最不知当的事儿 你说你找那气生干啥呀 任何人的观点呢 他都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 都是自己前半生这半辈子的经验教训 所积攒下来的东西啊 您怎么可能凭三寸不烂之舌 嘚嘚嘚嘚嘚一通教育 必想说服对方 谁给你的自信呢 反正我是很清醒 我自己是没的能力 另外呢 话又说回来了 就算我有这个说服别人的能力 我也不干着缺心眼的事儿 我要是有点时间的话 我吃肉喝酒 我擦虾香洗白白 我呼呼睡一觉 我干啥不行啊 非得跟他们吵架 你是闲的 OK 咱们今天就说这么多吧 你要是觉得听了我的视频呢 觉得听长支持的 麻烦您呢 动动小手指 给我点一个赞 油管上的观众朋友们呢 你可以点击订阅 并打开小铃铛 国内视频平台的观众朋友们呢 你可以长按点赞按钮 给我来一个一键三连 咱们大选之后再见